所謂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 在每一個競技遊戲裏, 都必須具備終結對手技巧才有機會獲勝 所以踢球需要練射門, 籃球需要練頭籃, 賽跑需要練衝線, 象棋都不例外 我們必須熟悉多種殺棋方法 熟習了就可以嘗試在對局裏運用, 令對手防不勝防 這個課堂就會教一教大家不同的殺棋方法 等大家下棋時可以運用來去自如, 制勝對手 首先教的是單子雷殺法 意思是用一隻攻擊性的棋子置對方於死地 第一個就是悶攻, 需要的棋子是一隻炮 紅方在這個局面應該怎樣行呢? 在這個局面, 紅方只需要炮二進一, 就會形成絕殺 換攻, 就是指將軍被自己的事堵塞而導致被炮張死 今次這個局面, 大家又會怎樣處理呢? 紅方炮二進一, 黑方只可以落象抵擋 這個時候紅方再行炮三進七食掌 傷事令到黑棋的將軍無法避開三路炮的攻擊 而這招就是悶攻了 第二個教的殺法叫做白念張 主要是運用將軍控制中線, 再配合其他指力擊殺對方 紅方在這個局面應該怎樣行呢? 這個局面, 紅方只需要居五平四, 就會形成絕殺 白念張, 是象棋中最基本的一種殺法 意思是由將軍負責控制中線 其他旗子負責控制四路線或六路線 令黑方的將軍無處可吐 今次這個局面, 大家又會怎樣處理呢? 紅方居七平四, 黑方只可以上市 這個時候紅方再行居四進五去市 黑方只可以將軍食 紅方再行居八平四叫將軍 元帥緊鎖住中路, 配合紅居令黑方的將軍無處可吐 而這招就是白念張 第三個單子類的殺法是困閉 目的是令對方沒有棋可以行 紅方在這個局面應該怎樣行呢? 這個局面, 紅方只需要兵八平七便會贏 困閉, 又俗稱欠行 就是控制對方所有的棋子 令對方無論走哪一步, 都會送出自己將軍 今次這個局面, 大家又會怎樣處理呢? 紅方這個時候行居四進一 黑方的將軍只可以向四路移動 這個時候紅方再居四平五 黑方的將軍只可以向後退一格 然後紅棋再兵四平五, 將軍 無論黑方的將軍坐上還是坐下都好 紅方在這個時候只需要再行一步碎五進一 黑方的將軍就會因為無棋走而輸 而這招就是困閉了 第二課集中教居的殺法 因為居的步法相對比較容易掌握 第一個教的就是雙居錯 要組成這個組合, 我們需要兩隻居 紅方在這個局面應該怎樣行呢? 這個局面, 紅方只需要居一進二 就會形成絕殺 雙居錯是依靠雙居配合所造成的殺法 雙居透過在左翼或右翼交替將軍 空制兩條橫線, 令將軍無處可圖 今次這個局面, 大家又會怎樣處理呢? 紅方居八進九將軍 黑方將六進一 紅方居二進四將軍 黑方再將六進一 這個時候紅方再行居八退二 無論黑方是上市 還是上獎 黑方都無法抵擋紅居的攻擊 而這招就是雙居錯了 第二個居的殺法叫雙居拍門 要用到的是一隻兵和一隻居 紅方在這個局面應該怎樣行呢? 紅方只需要兵四進一 就會形成絕殺 雙居拍門 是只有兩隻居兵類的棋子 在對方的下二路形成的殺法 透過一隻兵控制將軍的移動範圍 而另一隻居或兵就負責形成絕殺 今次這個局面大家又會怎樣處理呢? 紅方這個時候兵六平五 無論黑方是退居食 退馬食 還是坐出 紅方都依然可以居四進一 形成絕殺 雖然左邊的小兵犧牲了 但依然成功控制到將軍的移動範圍 為紅方創造了絕殺的機會 而這招就是雙居拍門 接著來到居炮類的組合殺法 這兩種棋在象棋內速度比較快 所以殺棋的威力也相當強大 第一個教的是甲居炮 這個組合的精髓在於控制兩條橫線 紅方在這個局面應該怎樣行呢? 紅棋在這個時候 行居二退一就會形成殺棋 甲居炮 是居雙炮三子龜邊的時候經常用到的殺法 利用居和雙炮同時控制兩條橫線絕殺對手 今次這個局面大家又會怎樣處理呢? 紅方居白進六將軍 黑棋只可以張四進一 紅方再居白退一將軍 控制下二路的橫線 黑棋再將四退一 就會被紅方重炮將形成絕殺 透過居雙炮交替地控制兩條橫線而形成絕殺 而這招就是甲居炮 第二個教的居炮殺法是炮剪單沙 要組成這個組合 我們通常會運用一炮一居 紅方在這個局面應該怎樣行呢? 紅方炮三平六 黑方只可以居七退一 紅方再居二平三食居 就會形成絕殺 炮剪單沙 是指在對方底線以炮前居後的模式 所形成的組合攻擊 是打破視像防守相當有力的技巧 今次這個局面大家又會怎樣處理呢? 紅方這個時候只需要進炮一張 黑方只可以進炮 紅方再趁機炮打底線 黑方只可以張五平四 紅方炮四退一 黑方就無法解救了 而這招就是炮剪單沙 學了些簡單的居炮殺法 我們又可以再進一步了 這一課將會教大家一些更深的居炮組合 讓大家運用這兩種旗子的時候 會有更多的變化 第一個教的就是鐵門山 要形成這個殺法 我們會運用到一居一炮 紅方這個局面應該怎樣行呢? 這個時候居三進七就會形成絕殺 鐵門山 在居炮配合的情況下常用的殺法 憑中炮對視像施展定身術 再用居來一見封口 今次這個局面大家又會怎樣處理呢? 紅方居八平四 黑方將軍只可以坐入 紅方著睡五平四 準備下部居四進六 黑方就無法解救了 而這招就是鐵門山 接著教的是天地炮 要組成這個組合 我們需要用到雙炮配合其他指令 紅方在這個局面應該怎樣行呢? 這個時候紅方只需要居六進一 就會形成絕殺 天地炮是鐵門山的一種演進 意思是利用中炮和底線的炮兩邊配合形成殺棋 今次這個局面大家又會怎樣處理呢? 紅方炮一平三 準備打底象叫殺 黑方只可以象七進九避開 紅方這時候再炮三平二 黑方居四進三 紅方再炮二進九將軍 黑方只可以下象 紅方再居食底市 黑方就無法解救了 而這招就是天地炮了 最後教大家的是大膽村心 是鐵門山的強化版 紅方在這個局面應該怎樣行呢? 在這個時候紅方居二平五 黑方只可以試六進五食居 紅方再居三進三食獎 就會形成絕殺 大膽村心 紅方利用氣居換市的手段 造成鐵門山的奇形 同樣是鐵門山的一種演進 今次這個局面大家又會怎樣處理呢? 紅方這個時候居五進一食獎 合方是四進五 合方是四進五 合方是四進五食居 合方是四進五食居 之後紅方再居八進九將軍 紅方就會形成絕殺 而這招就是大膽村心了 教了大家這麼多殺法 大家只記得是不夠的 跟武功一樣 最重要都是活學活勇 下棋的時候 嘗試在路可裏面 找回這些招式出來運用 那你的步法就會更靈活多變 記住練習多些 記住練習多了